其實單條件的話 比如說我只要針對一個業務員 像剛剛有提到 比如說我只要找菜頭 你就給我菜頭 你不要給我全部 全部的話等於太多了 我不要這麼多 那怎麼做 你可以把它刪除掉 篩選 然後你可以把那個業務員名稱打上去 比如說我只要小咪的話 你就打一個小咪 他就會幫你把小咪給篩出來了 那當然按確定之後就跑到這邊來了 OK 不過你會發現 那這程式怎麼寫 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程式寫的方式 跟剛剛這個批次篩選有點類似 好吧 清掉 這個的話 其實主要你會發現 它其實跟剛剛的批次 只有幾個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的話 因為我們不是要多條件 所以不需要4回圈 第二個的話 你必須要讓它輸入 所以輸入的話 我們會多一個叫Input Box 有沒有 所以第一行的話 先輸一個X等於Input Box 請輸入業務名稱 那我們取得X之後的話 再來你會發現 其實你可以拿上面這一段 程式放到這邊來 改期就可以 那哪些地方改 跟各位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的話 就是把它複製一下 那你會發現 4回圈不要複製 NAS也不要 所以NAS可以把它刪掉 比如我改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只有第一行稍微比較不一樣 那其他的話 大致上都很雷同 那你可以貼上 把4NAS拿掉 然後記得 因為這個是在4回圈裡面 所以按Shift加Tab 讓它回來一下 那首先的話 一定先新增一個工作表 在最後面 這個固定的 然後呢 它的名稱叫什麼 特別是這個名稱 就是直接叫X 所以你把那個上面的X大寫 放在這裡 它的名稱就叫X 所以輸入小咪 它就是這個 多增加一個小咪的工作表 然後篩選部分都一樣 這個地方的話 也是一樣查第三欄 那查什麼資料呢 這個地方也是X 因為我要把小咪的資料篩出來 那Copy的話 Copy到哪裡 Copy到新的工作表裡面 A1裡面 然後自動調籃框 再切回來 篩選結束 這樣其實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我大致上呢 只是把什麼 把上面這個 分割工作表 把它摳過來 把4回圈拿掉 然後把條件部分呢 改成X 基本上 就可以得到 單次的3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地方 程式是雷同的 你甚至可以 拿一個篩本 以後摳來摳去 那主要是要你看得懂 而且將來不要改錯 基本上就OK了 所以我們來Run一下 所以這樣改完之後 所以待會請各位試一下 再一個Sub 叫篩選業務 這一行可能一定要自己打 Input Box 請輸入業務姓名 所以這邊執行一下 有沒有 業務姓名 然後我如果要小咪好了 所以你就把小咪打上去 然後它會把這個小咪的名稱怎麼樣 按確定之後 它會帶過來 所以X的話是小咪 那一樣就新增一個空的 並且把名稱改成叫做小咪 有沒有 Name 這個Name改成小咪 沒錯 然後篩選的話 是篩選前面這一個 所以把第三欄的小咪幫我篩出來 所以小咪看一下 偷偷切過來看一下 小咪沒錯 然後再切回 記得一定要切回來 然後把它摳過來 摳到A1 那欄寬自動調整 所以Colens Autofit 非常重要 如果沒有欄寬 就不會調整 OK 然後再切回到第一工作表 再把那個篩選條件 把它關掉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篩選業務 倒蠻簡單的 其實它基本上的架構 可以直接拿上面的分割工作表 直接拿來用 但是跟各位講一下 後面其實我們還要 必須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事情 就是說 單工作表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它會有很容易出錯的地方 比如說什麼地方 我這邊有列個表 你們可以看一下雲端百板上面 第幾頁 這邊 防呆的部分 第四頁 首先的話 因為這個地方 會容易出錯的地方 就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 如果說我今天小咪已經存在 那如果你今天再輸入一次小咪的話 它一定會跟你講一個問題 小咪 你會發現 小咪已經存在 你在找小咪 它會出現什麼 該名稱已經存在了 所以請嘗試用別的名稱 那怎麼辦 你就Bug了 所以 如何防呆 那我們就要想辦法 讓它不要發生這個問題 所以第一個 可能發生問題 就是如何防止已經存在的名稱 第二個的話 就是 如果它沒有填寫任何的業務名稱 就直接按確定 它裡面沒有東西啊 空的 那你一定要避開 第三個還有一個可能性就是 那你如果 比如說它找的那個 業務人員怎麼樣 完全不存在 或者說沒有它的資料的話 那當然一定會發生錯誤 把它恢復回來 那所以你會發現 篩犬假如說 這邊有誰啊 小 小成好了 假設你 比如說你找小成 當然小成這個應該是不存在 可是呢 理論上它還是會篩 而且會把什麼呢 把結果給產生出來 那根本小成就沒有這個 而且啊 沒有東西 如果沒有結果 你弄一個空的資料在這裡 那不就等於有點多餘嗎 所以要怎麼樣解決 剛剛講的這三個問題 也就是第一個 那個重複的名稱 比如說小蜜已經存在 那小蜜如果已經存在的話 該怎麼辦 其實我這邊想到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呢 當你輸入完 這個把它放大一下 當你輸入完你的名稱之後的話 在輸入完的底下一行 就開始比對一下 看看一下這個名稱 是不是已經在這個工作部裡面 已經有這個名稱了 那如果有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 不過我想到的 其實如果說假設 他假設再輸入這個名稱的話 理論上是應該 他想要再次查詢 也就是說他想要最新的資料 所以我就比較貼心的 乾脆就怎麼樣 先幫他把舊的工作表砍掉 砍掉完之後怎麼樣 再重新查過一遍 所以等到再查詢到的話 那那個小咪一定是最新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做什麼 就這一段 for i 等於2到去點下 意思就是說 幫我檢查一下 如果他的x的名稱 跟裡面的其中一個名稱 假如match的話 就幫我delete的掉 OK 所以關鍵是把它刪掉 OK 其實當然也是貼心做法 因為我想不到為什麼 你要輸入同樣的名稱 應該是你要重新查 那刪掉之後重新做就沒事了 所以請你把這個 這個已經寫好了 你乾脆拿來 或最好你可以看懂了 你自己再打一遍看看 把這個先拿來用 OK 所以把這個防呆的第一個 把它寫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input的下方 我直接貼上好了 偷懶一下 那如果可以你自己打打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同樣的狀況 假如說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因為我不確定說 這個是OK的嗎 那我們執行 所以多這個防呆 防呆1 執行一下 那小咪 已經存在對不對 所以你按確定的話 它會比 找到一樣的 所以它把它刪掉 有沒有刪掉對不對 停掉了 因為它比了發現 X跟裡面的第二個有match 所以它就把那個找到的刪掉 所以現在沒有小咪了 那底下的話 就等於是重新再跑一個小 新的小咪 有沒有 這個小咪是最新的資料 也就是總標裡面有更新過 那我就重找一遍給你 OK 所以第一個防呆 那第二個防呆是什麼呢 第二個防呆 就是我想到 如果假如說你沒有填任何資料 比如說像這邊 我按這個 然後你沒填 直接按確定 那它會怎麼樣 它一定會出現錯誤 為什麼 因為名稱裡面沒有空的 這個空的對不對 丟過來 你要給一個空的名稱 那它一定不接受 所以第二個防呆 該怎麼解決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那我想到的方法 就是呢 如果沒有填寫的話 那我就讓它跳離到 所以你要記得 這個防呆2的話 我就把這一段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Input Box的下方 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在防呆1的上面 我覺得放在防呆1上面比較OK 因為先確定說它沒有填 那如果我說呢 它填的資料是空的 如果這個條件為初的話 那就跳一個Input Message Box 請務必填資料喔 甚至你還可以在那邊警告一下 逗點一下 逗點的話 這邊還有一個Critical 就是XX 警告它一下 圖示啦 不加也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最後記得喔 這邊會多一個叫Edit Sub的敘述 那這個Edit Sub什麼意思喔 它意思就是直接跳到End Sub的位置 那意思是說 城市就離開了 拜拜 你根本沒有輸任何東西 所以呢 我也不讓你做任何的處理 OK 所以這個也是防呆2 這個其實還蠻常會遇到的 那我們來試一下喔 如果剛剛的問題喔 沒有防呆它就出錯 那如果現在呢再按一下 按確定 你會發現喔 它會跳 Critical是這個 有沒有 XX 當然如果你剛剛沒有逗點Critical 它就沒有XX了 其實只是一個圖的問題而已喔 然後按確定 它會Edit Sub 拜拜 沒有了 也就是跳到End Sub 什麼事都沒發生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還蠻OK的 有沒有 請務必輸入資料 不過其實更貼心一點應該怎麼樣 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說直接 它按確定嘛 你應該讓它跳回來 繼續輸入 你不輸入 你沒有東西 所以啦 如果假設 你希望讓它跳回來的話 那應該就不是Edit Sub 而是跳到哪裡 跳到這個上面來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可能 看個人啦 不過大概是這樣子喔 防呆2 所以防呆1 就是如果它輸入一樣的把它刪掉 防呆2就是說 它如果沒輸入 那就務必輸入 那防呆3的話 這個最後喔 可能就是要讓它查一下 那怎麼特別注意喔 防呆3放的位置 跟E2不一樣喔 應該是放哪裡 放在Auto Filter的下面喔 記得喔 這個可能把它放大一點 因為同學可能都 有時候將來要放喔 放錯位置 這機率還蠻高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Auto Filter下面呢 因為如果你沒有篩選過 那你怎麼知道現在的比數是多少 也就是說喔 我們把這個防呆3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一個哪裡 Auto Filter找一下 Auto Filter在這裡 Auto Filter 這個的下一行 也就是說你要複製之前 你要先確定喔 有沒有資料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資料 我們來看一下喔 比如說我找一個 剛剛找那個小陳是沒有的 那所以呢 我輸入一下小陳好了 剛剛沒有 沒有可是他還是幫我鍵 那不對啊 沒有幹嘛幫我鍵 就告訴我沒有資料就好了 那你會發現喔 小陳喔 現在這邊是空的 那怎麼知道是空的 其實喔 也很麻煩 後來我想一個方法 我把游標放A1 Ctrl向下 它會跳到最後一列 如果你假設沒資料的話 一定會跳到最下面一列 但有資料它會跳到有資料的地方 就停下來了 所以呢 我這邊就是寫一個什麼 如果呢 我現在的這個位置 向下追蹤之後 是1048576的話 或者另外你可以寫一個 我記得好像這個 還有一個寫法叫Sales 就是Sales的總數 Sales 點Count 我記得好像這邊有個屬性叫C O U N T 看一下這個應該也是 應該也是1048576吧 如果不確定的話可以Ctrl G 問號一下 空一格 貼上 異位 這個可能要查一下 Sales的總數 不是Sales的總數 還是什麼 Sales 不不 應該是Raw 跟人家應該是Raws 列的總數 對 所以這邊可以改成什麼 另外一個 如果你不打1048576 你打列的總數也可以 Raws.Count 這個也OK 這樣的話是不是1048 是的話 那就幫我取消篩選 然後怎麼樣呢 也幫我把剛剛這個小層也給刪掉 所以你會把小層就直接砍掉 沒有資料 你不需要存在 然後跟你講說 查無資料有沒有 然後當然查無資料的Meshbox 你甚至可以這樣 逗點 剛剛是VB Critical 其實VB好像有個Information 這個的話好像就是一個金探 金探 比較沒有 不是XX 有沒有 查無資料 這樣感覺好像會漂亮一點 如果沒有那個Information 也不影響 但是看起來好像沒那麼漂亮 OK 執行 那這樣的話呢 什麼事也都沒發生了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今天最後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講到那個第五個單元的房呆部分 那下一次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多條件的 還有就是說 呼叫那個 就是 呼叫 SUB的 共用SUB的部分 所以請各位回去 再試試看 OK 畫面在最後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我們主要是針對那個 上個禮拜的那個 分割跟合併工作表的部分 然後延續 那另外的話 我們也今天也講到 第五個單元 所以下一次上課的話 會繼續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多條件的 還有多欄位的篩選 所以回去的話有時間 請各位再把這個程式 務必再多多練習 因為像這個 其實真的還蠻複雜的 其他當然 雲端上還有所謂的實價登錄 或者其他開放資料 其實也蠻多可以拿來利用的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